我說的東西呢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來自於 1950到1970年代左右的一些 物件 那其實他們都有 五、六十歲有囉 但是他們是當時的人 對著未來有一個衝擊 跟幻想的時代所做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又同時 具有未來感 是 就是這個年代 想要呈現一種比較繽紛 比較有那種 對一種樂觀的態度的一些物件 明白 好 那個太空年代呢 有很多塑膠 那麼塑膠也因為 那個時候可能製造業很興盛 所以色彩也很繽紛 這個是我們現在無法考證的事情 就那個時代 為什麼那麼多這樣子的東西 它這個其實是70年代的 Panasonic他們產的一系列的收音機 跟看到可能不曉得它是做什麼的 因為它造型非常欺客 像這個呢 它這裡是控制它的那個 電台頻道 對 它打開 其實它這裡是一個相框 然後它有故意做成像一個馬克杯的造型 所以它其實可以就是 提著走啊 對 就是當時的攜帶式 對 然後像這個呢 它是做成像 很像電話 但是又不是電話 那其實是可以這樣子的 戴在手上 當手環的收音機了 所以也許出去慢跑啦 然後可以戴上耳機 可以收音機是不是 對不對 你現在拿著手機聽音樂 那不夠酷 戴這個老東西 聽收音機很炫 你看你以前 我們又要忍不住感嘆 他們當時的工業設計 產品設計 真的很有巧思的 那因為鐘呢 其實不只可以暴食 它是它基本的功能 但是呢 在當時 他們的每一支翻頁中 儘管是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年代生產的 但他們會做出不同的造型 對 那其實鐘在那個時候 也可以彰顯一個人的品位 它的身分地位 跟還有當時對這個生活 所有的一些期待 像中間的那一支藍綠色的鐘呢 它後面其實你看到那個插座 它都是可以接其他的電器 像電視機啦 電風扇啊 所以當你設定鬧鐘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在你訂的時間 打開你要的電器 好聰明喔 我從小其實就對老東西 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很像我可以感覺到 一個我不曾存在 我不曾生活過的世界 對 那像我媽媽或爸爸他們 以前有很多老書 那小時候每次我就去翻一下 然後就會找到很多 像這樣子的老書籤 那這個老書籤很有趣喔 他們不是就是一張書籤 他們都是像就是會印風景畫啦 然後像就是明星啊 然後就是... 瀏覽漆 對 然後還有這個像電影海報 那小時候我蒐集了 很多這樣的書籤 然後現在想想覺得很有趣 很像現在長輩圖的實體版 這其實就是你算第一個收藏 對 算是對不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它這個 它不管是它的畫質或是色彩 都有一種很有趣的一種 浪漫的幻想 一開始其實像我去國外 我念的是純美術 當時主修是油畫 那同時期我也接觸了 像是設計啊 陶藝 然後雕塑 建築史 這類相關的課程 那我自己就是對這些很有興趣 然後也是在同個時期 開始喜歡上老物 然後回去收老物 是 後來接觸到了劇場 覺得這是我喜歡做的 那我希望可以投回群體的 一個創作去達到一些 就是藝術的創作 是 對 那當時我其實沒有成為 專職的藝術家 也是因為我覺得 還要... 創作還要懂得要去行銷嘛 才能夠讓別人認識 你自己的作品 那當時我對這塊 還是有一點點抗拒的 然後沒想到多年以後 我開始賣... 賣企業老物來 我覺得好像轉了一圈 回到這裡 那也才發現其實呢 就是這只是要介紹這些東西 讓原本對這些不熟悉的人 他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認識到 然後有這個機會 可以把他們... 把美帶到自己的生活當中 也是滿重要的一塊